荣城店8月份的合并营收1.46亿元 虽然月减8.41% 但是年成长却高达了39.8% 展望后市法案认为 荣城店受惠于专案订单的益柱 连续两个月维持在1.5亿元左右的高档表现 但是到了9月份 在少了专案订单益柱的情况之下 预估单月营收可能会回到1.2到1.3亿元之间